好啦,小小子啊,不要再回去喔 擴台南公車故事館基盤 貴鹽乘車活動 奧家的協助本期幼兒園 國中小丁豪規劃流程 參觀本期舊友主題館 文昌園區 接下搭乘大台南公車 國內民眾新興貴鹽公車 從開放申請以來 已經完成基盤六十張室 到百九十人參與 大好好評 擴台南公車故事館 在今天八月三十一日 加開一張 回饋請參加 貴鹽乘車活動的學校 憑伯伯邀車文映 國中小丁豪規劃 擴台南公車故事館 參觀 並奔養乘車 黑鹽神條感染 公共運輸除除掉 無疑之標識 好想我們辦理這個 交通局辦理這個 公車乘車體驗活動 在今年一百一十二年度 總共辦理了六十場 補助了六十個班級 利用公車 或者有的甚至利用火車 來用公共運輸 來做班遊 或者是參訪 或者是體驗 這個公共運輸的遊程 非常的有意義 因為現在的小朋友 老實說 在學校都是家長接送 平常出外 可能也是都使用 私家的七機車 所以透過這樣的活動呢 來讓小朋友 能夠知道公共運輸 要怎麼使用 使用的相關的禮節 還有要怎麼自行查詢時刻 自行查詢路線 然後搭車的方法 讓大家都知道 有公共運輸這樣的選擇 讓這個教育能夠向下扎根 那也鼓勵這些年輕的小朋友 未來也都可以自行利用公共運輸 來從事他們每天的活動 我們文賢國中 蔡佩玲老師標識 我們文賢國中 長期以來都在推動戶外教育 那我們也很常接合我們台南在地的資源 來推動一些 學生的觀光旅遊的課程 那我們日前就有收到公文說 公運處有提供我們國中小補助 然後可以參加這樣子的體驗活動 那於是我們就帶著孩子 我們第一次是帶著兩個班的孩子 我們一起搭乘公車 然後我們到麻豆的公車故事館 還有我們搭乘小局的巴士 然後我們到那個龍田車站 附近的龍田恰恰 我們帶孩子們去觀光看水準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體驗活動非常棒 因為雖然現在孩子們住在台南 但是他們其實很少搭公車出門 那有這樣的機會 讓孩子們可以進到真實生活裡面 然後體驗公車怎麼做 比如說公車的禮儀 他們會知道 上車之後要先禮讓老人家 或者是要先往後面走 上下車的時候怎麼付款 這都是孩子們學到非常寶貴的經驗 那因為我們知道 學習不是只在教室裡 我們希望帶著孩子走出教室 體驗真實生活的 才是學習的最重要的地方 教室教副局長 雄萬宇接著技術 配合行政儀促進 公共運輸使用方案 本期推出 大台南公車無限搭 299 大台南公車 加台鐵無限搭 399 加藍高頻 公共運輸做透透 999 頂三種不一樣 組合公共運輸 通勤外表方案 管夫教也別別配合 通勤外表 推出 行辦的 鐵道旅遊地圖 鎖除台鐵風暗 踢帕十月票卡 得當原則 踢路輕鬆由台南 希望可以 節省民眾荷包 憑區民各個民眾 搭乘公共運輸 進入降級輸引運輸的使用 也歡迎其民朋友 得得利用 以上是 特別問新聞網報道